一百二十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徐衣門 葉詠詩 逢星期一5時至6時 有這個環節出現 就是小聚巴 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和宋斯池廣播劇比賽 亦很感謝我的嘉賓主持 就是資深普通話梁洪英老師 你好 大家好 沒錯 每次她出現都會非常有心機 聽同學的演繹 逐一大家值得留意的地方 又會指出 用一些例子跟我們說明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很感謝你梁老師 不客氣不客氣 希望你都同樣享受 每次聽到不同的同學的表現 對 我很享受 因為我們的同學來自不同的組別 有初小組 高小組 甚至有中學組的朋友 都聽到他們的一些演繹上 甚至語音上 都有很大的分別 對 對 對 這個演繹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覺得中學組來講 年紀比較大 不是小朋友了 你看 這個語音 基本上他們的聲線已經是很成熟的 好像感覺是大人一樣了 那麼小朋友來講 那麼那個語音感覺又不一樣了 對吧 大得成熟了 但是不是代表小的就表現得不好呢 其實也不是 反而有時候我感覺小學組的 他的那個發音啊 發得很不錯的 是啊 我發覺呢 如果小學組的朋友呢 大部分呢 他們都是很享受 好像很享受 整個過程 去演繹的時候呢 你問他們是不是真的很明白 裡面故事的每一個細節 或者人物一些比較深層的地方 未必的 但是在他們的演繹 和在他們的說話當中呢 你又感受到很享受的 反而中學組的朋友呢 相對成熟一些 有時候在感情的表達呢 他可能會掌握好些 但是相反呢 語音的時候呢 又好像 又不是我記得了 好像都各有特色啦 可以說啦 對對對 各具特色 所以呢我就覺得 小的小朋友呢 不要覺得灰心 就覺得 哎呀我年紀小啊 我表現得肯定沒有大哥哥姐姐好 那也不用那麼想 大哥哥姐姐來講的話 也不用覺得自己呢 我比他大 我會演繹的比他更加成熟 也別那麼想 反正自己盡了努力了 把他做好了就行了 當然了 在演繹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我們要注意 一定要了解這個故事的背景 了解完了他的背景以後 對每一句話呀 每一個角色呀 演繹的時候呢 再投入你的感情 當然在講故事來講的話 我們是用聲音來講述的 把聲音大 用你的聲音 把聽眾呢 帶入這個故事裡面 所以在你的發音方面 一定要注意了 語音方面 所以要求都很高的 都要給一些掌聲 所有參加的同學 都不容易 都要經過練習 以及用心的演繹 才可以成為 大家聽到每一集的不同的作品 還有我覺得呢 中學組的朋友也好 小學組的朋友也好 不妨聽多些其他同學同學 即是他們的一個表現 可以有一個學習的機會 有時你來來去去都是自己同學 或者自己學校的一些用法 或者是那個學習的模式 咦你不知道 原來其他同學 他們出來的表現又是這樣的 值得學的又可以互相參照一下 所以都很鼓勵大家 在這個環節裡面 一個小時 就盡量聽多些 每次都會出現不同的同學 這次也不例外 首先我們會聽到的這一組同學 就是來自大埔觀立小學 他們的作品名稱 哇好特別喔 叫做《依依離別情》 欸 是誰寄信給我呢 先生好有呼 此地有十里桃花 先生好飲呼 此地有萬家酒店 哈哈哈哈 我李白最愛的便是放明山大川 飲天下美酒 好我這就啟程往安徽景縣 匯一匯這個汪輪 太白兄 終於把你給盼來了 一路辛苦了 歡迎歡迎 汪賢弟 我是來觀十里桃花 訪萬家酒店的 桃花者 一潭之名也 並無桃花十里 萬家者 店主人姓萬也 並無酒店萬家 哈哈哈哈 心靈桃花壇 唱飲萬家酒 幸會汪豪事 這也是人生快事啊 太白兄 我倆真是一見如故啊 美酒佳養我早已備下了 讓我們把酒言歡 不醉不休 有勞 有勞汪賢弟 請 我到這桃花壇 遊玩已有十多天 該回去看看 看看家鄉的父老鄉親了 唉 汪賢弟對我情深义重 肯定不忍心 看我離去 讓我獨自一個人 悄悄的走吧 船夫 請開船吧 長亭外 古道邊 呀 這不是汪賢弟嗎 怎麼來送我呢 太白兄 你我相處的時間不長 卻志趣相投 真是相見恨晚 我們後會有期 汪賢弟保重 保重 汪賢弟對我多麼情深意厚啊 李白沉舟將遇行 忽問岸上踏科深 桃花壇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大部官吏小學 依依離別情 羅月營是李白 許一番是汪倫 全句玩 老師呀 這個故事雖然短短的 不過我們也給大家一些背景 其實是說李白和汪倫之間的一段友誼 汪倫很仰慕李白的財情 於是想辦法怎樣邀請他 跟自己玩一下 結識一下 於是我們現在就說食字 用錯了一些方法 引導李白說 我這裡有萬家酒店 有十里桃花 你可以來看 於是李白就貪玩 真的去了找汪倫 去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真的很妙 原來你所說的這些景象 是你食字的 不過都不要緊 都很開心 發展了一段友誼 到他們臨別識別的時候 李白於是師兄大發 也寫了一首詩去紀念這段友誼 其實整個故事就是這個背景 嗯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 雖然兩個人講這個故事 但是他的感情是充沛的 給人的感覺聽起來是很愉快的 都好像兩個好朋友的 跟學生一起演繹 到最後還能夠感覺到 李白在讀這首詩的時候 感覺到李白的那種不舍之情 也能感受得到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 只有兩位同學參加 所以大家要原諒他們 不是那麼容易適宜那麼多的角色 所以就用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去把這段友誼鋪陳出來 還有大家聽到 剛才他們朗讀的這首詩 我自己都覺得 都很有感情 好像都很明白當中的一些互動 應該是怎樣的 還有都交代了一些情節 例如開船啦 船夫 都有的 這些小小的細節 那個在這兒跟同學們提醒一下 有幾個字的那個音是比較生硬的 比如說先生好影呼 那個影字的那個讀音比較生硬 因為它的那個音很硬的話 我們感覺到它那個音出來的時候 是很響的 我聽到這個音是很響的 那麼這個音它是一個音節 它不是月母的部分 我們說如果你讀那個一個字 它就代表是一個音節 嗯 讀這個音節來講的話呢 一般讀這個韵母的部分呢 那個發音要響亮的 那同學在讀的時候 這個影 影呼 影呼 你看 太響 而且呢感受不到它的那個整個音節 所以它這個音呢 它是一個整體認讀的音啊 它的前面還有一個聲母的 所以帶起來呢 要讀影 影 對 不是影 不是這樣讀 要讀影 哦 有分別的吧 對對對 然後看回它那個字 到底在哪裏出現 還有上文下理 應該怎樣去處理 對 這個發音方面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呢就是 呃 並無酒店萬家 這個吾字也是一樣 對 這個影字 它是一個整體認讀的音節 吾字呢也是一個整體認讀的音節 如果吾很大聲的一個吾的話呢 它就 我們就感覺不到它那個整個音節了 感覺不到出來了 那麼聽起來呢 就會覺得很生硬了 對 還有這個呢就 美酒佳肴 我早以背下 以背下 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以字 是 以字你看 影 吾 以 三個字 它都是整體認讀音節 同學在讀的時候呢 就那個音啊太硬 聽起來很硬 為什麼 它就把那個韵母的部分呢 讀得太響了 哦 那所以就要放輕一點 對 對 你要記得 它的前面 零聲母 影字零聲母 所以呢 它前面有一個 有一個半圓音 大一的那個一呢 在前面 所以你讀的時候不可以 音 你音 聽起來的話呢 就是韻母的部分 對 好像很硬 對對對 所以這個音要注意一下 要留意 稍後回來老師 我們再說多些 因為我也聽到同學說 後會休期的時候 旗字好像很長 和比較大聲 究竟合不合適 老師我們又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剛才你說的 就是因為有某些字呢 如果你只是這樣讀它的聲音出來 就比較生硬一點 所以你要自己加上一個 前面的音 讓它聽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是不是 這個不是叫家 對呀 比如說我們說這個飲酒 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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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节的时候 前面没有生母 没有生母呢 它就要有一个 零生母的时候呢 它就要加这个半圆音下去 半圆音有两个音 一个就是大一 我们说那个Y的那个音 一个呢就是W 那个叫生母呢 它已经拨入那个生母 生母表里面 读音呢叫那个W 那个音呢 我们叫W 对了 大一的Y的那个音呢 叫E 对了 Y的那个音叫E 读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生母 读的时候呢 那个音啊 要很轻的 轻轻的 轻的 叫E 但是呢 孕母的E 就是我们说英文 那个I字那个音呢 读孕母的话呢 要想的 所以如果你单单很想的话 读到那个音很想 我们一听起来呢 第一很生硬 第二 感觉不到那个整个音节了 感觉不到出来的 所以读的时候要注意 整体认读的音呢 要读 比如说这个E的话呢 就读 E E 就不能E 不能这样读 不可以E 对对 因为它的前面 还有一个半原音在前面 哦 什么时候才知道 需要加这个半原音呢 什么时候知道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学 这个拼音的过程当中呢 生母的部分有 孕母的部分也有 就是整体认读音节 一遇到整体认读音节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很注意了 这个都是要学习 要是比较 留心点 才知道一些细节 对 刚才律师 我听到同学呢 就有一个对白呢 就说 哎 校会有期 这样 期字呢 拉得很长 和很响 究竟他读得对不对呢 你看 这个七的话呢 是对的 是对的 对 不要以为 那个一的 它就一定是 整体认读 对吧 因为你看比个例子后 我们说 E E E负的E 它就是YI这个音 对 但七的话呢 它也是一样 有一个E在后面 前面也是有一个 但是 但是 7是Q字那个写法 QI这个音 所以你在读 哎 是不是有这个E 加了一个E 就代表是整体认读呢 不是这样分的 嗯 都是要看回那个次性 对 都要注意一下 不是每一个加E的 都是这样 还有呢 后会有七 它这个七呢 因为它不是整体认读 第一个 所以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会听到这个音啊 它就有两个音在里面 哦 对 有两个音的 一个就是生母的音 一个就是孕母的音 有两个音 嗯 那我的同学其实是读得对的 对了 好像这个 好像我们之前讲的影字 它就是一个音的音 一个音 那个音 但是它是整体一起读的话 你就听到 音 这样的音 影 影 你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音 两个前面的音轻的 后面的音呢 是很响的 你会这样 你会听到 那发音啊 是这样 整个结构 是这样的 嗯 要懂得自己去将它分拆 慢慢去理解 和分析 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用 另一个方法 就是听多点 我们的节目 大家都会学到的 那我老师 再就着同学的表现 给他们多一点意见 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呀 李白就说了 这也是人生快事啊 那个 人生的生字呢 我们听 你看 刚才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就听到这个 听到人生了 对啊 变成身体的身 对了 听到身体 要不然的话呢 就变成人 人的身体的身 要不然的话 就听到那个 要才人生了 对吗 你看 那个呢 这个生字 生日的生 是后鼻音 生 对 那个音量 嗯 有那个音的 就不能读到人生 人生 人生的话 就变成了前鼻音了 所以大家要 嗯 就嗯出来啊 要注意 在学的过程当中 前鼻音 后鼻音 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 朗读要多读 在练习拼读音节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老师啊 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鼓励一些朋友呢 譬如他们 真的不是很习惯呢 用那个鼻音 嗯 这样嗯 出来的时候呢 那些方法 令到他们去 容易一些掌握 知道哪个位置 要发声呢 我们要注意 读这个音的时候 前音和后音的话呢 第一个 在学基本第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 前鼻音的音 它的音呢 就是一个单韵母在前面 然后后面的音呢 就是加一个 N的那个方 N的那个音 我们叫呢 嗯 呢 的鼻音 那么在读的时候呢 一读完了 那个 呃 韵母 单韵母的部分 读完了以后 你要记得 把你的那个舌头的 舌尖的部位呢 向上一顶 向前一顶 顶住你的上面 牙齿的背部 嗯 就叫做上齿背 一顶的话 那个音就受到 那个阻碍了 是 条舌一定要向上顶 一定要顶 对 那么 后音的话呢 怎么办呢 先发前面 单韵母的音 发完了以后 那个舌头啊 往后一缩 哦 那条舌呢 就越向后 对了 你会感觉到 那个舌 舌的后面的部分呢 你会往 一缩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 一缩的话 它会向上一拱的 拱起来的 就出来了 你一拱的话呢 就等于 在后面的那个 那个舌根呢 往上面一顶的话呢 那个气流 从鼻腔里面一出来 你会感觉 嗯的那个音的 你回家做一做练习 你就知道了 好厉害啊 你是不是需要 都要知道 人体的结构啊 还有这个发声的 这个肌肉啊 怎样去将气 拍出来 因为我们教 教多了 教多了 所以就知道 那个音呢 会要怎么发 前音后音啊 哪个音呢 舌头的部位 应该要怎么样 基本上都能够 知道大概的部位了 是 这个是一个前音后音 另外第二个训练方法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自己的舌头的部位在哪里 第二 就是举例子 用一些 对 用一些前音的那个音节 和后音的音节 把它拼在 放在一起 然后呢 两者之间 做一个对比练习 都会的 有时教朋友 讲广东话 都会用这些相同的方法 那普通话 会不会这样呢 我四个字 我都是用后鼻音的 看你怎么读 等那些同学 要自己练习一下了 对 可以单 就是两条路 第一条路 我们先 全部的那些音节 全部都是前鼻音的 然后第二组呢 就全部后鼻音的 让他感觉到 前的我要怎么读 后的我怎么读 练完了这一步 第二条路 然后接着第二步 要怎么走呢 就是一前一后 一前一后 不停地反复练习 对 然后你自己读的人呢 学生就能感受得到 原来前的 我那个舌头的部位 怎么放 后的我突然又怎么样 就是等于我们说 你看 抬起手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左右左右 接着你就说 左左左右右右 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都是要经过一些 黑苦的训练 还有千万不要心急 老师 有时候我觉得 要明白了这个原理 自己慢慢练练 终归有一天 忽然间有一刻 你就会知道 究竟是怎么样发的 对 不能够懒 就学普通话来讲呢 你在 就是说你第一步 你那个心啊 一定要定下来 你不能心急 你心急的话呢 你读完了一节课 其实下课以后 全部是空白的 全部都还给老师了 你要慢慢 你要有耐性 慢慢地读 练习了 你课堂上练习了 你感受 你要感受到 那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每一个音 中文字 每一个字 一个音节 每一个音呢 它都有分的 生母 孕母 就是我们说 一个音节 有些呢 就是两拼音节 就是有生母 有孕母的 有些呢 就叫做 整体认读音节 就一个音的 有一种呢 第三种 就是叫做 三拼音节 它们三拼音节呢 就是带有戒音的 对 有没有四拼音节 極其论 都是三个 对 最多的三个 更难救 都是三个 对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一定可以克服到的 一定可以学到的 对 老师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就听听第二组同学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